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就是明明已经知道了全场步伐是如何移动和连接的 但总感觉自己的步伐总是快不起来 尤其害怕阶调和假动作 又或者在看自己的实战视频时 总觉得自己的步伐不够专业 但仔细一看 交叉步并步等这些步伐的运用 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 步伐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 来帮助大家解决自己的疑惑 其实出现我们刚才开头所说的那些情况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步伐在重心上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细节 我们的很多业余球友往往在实战的步伐移动上 并没有注意到 其实步伐启动的快慢 其决定因素的就是我们的重心 首先羽毛球的步伐 基本都是在低重心的情况下完成的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要降低身体重心 才能使我们更快的启动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职业球员的步伐移动往往重心很低 而且看起来非常有弹性 这点陶天咸斗就尤为明显 他的整体准备姿态 看上去有点攻腰驼背的感觉 其实就是为了压低身体重心 而压低身体重心的好处 就在于能够更多的使用到腿部力量 从而在启动时 为脚尖提供更强的爆发力 在启动的一瞬间推理地面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弹簧 只有向下施加压力 才会产生所谓的弹力 而一般很多业余球友 在练习过一段时间的步伐之后 整体上看上去还是少了一丝专业的味道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重心出了问题 那么检验自己的重心是否太高 就可以回忆一下 在平时的实战中是否害怕接吊 是否很容易被偷发后场 又或者说 很容易被对手的假动作所晃倒 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 压低身体重心 在放松的情况下 微微抬起一点脚后跟 身体前倾 在对手出球的一瞬间 利用脚尖的弹性 快速蹬地启动 另外呢 还有很多朋友问到过 启动时小跳是否科学的问题 这一点呢 其实需要视水平而定 初级阶段 在整体球速和力量欠加的情况下 小跳启动的问题不大 但等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 小跳就存在着局限性 因为小跳启动在速度上偏慢 还有可能你在小跳的一瞬间 球就已经落地了 较为明显的情况就是 面对一些手伤动作很多的对手时 采用小跳启动 就给了对手做动作的时间 很有可能你在小跳的一瞬间还未落地 对手一个停顿或者二次动作 就破坏了你的重心 那可真是分分钟晃断腿的节奏啊 所以在具备了一定的水平之后 还是建议大家采用这种 微微抬起脚后跟的 登地启动 那么如果照着以上的这种方式 你的启动速度依旧很慢 那你就需要思考 是不是应该加强你的下肢力量 因为重心越低 站得越稳 也能够用到更多的腿部力量 但如果没有很好的下肢力量作为辅助 也同样会有很大消耗 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 在平时的练球过程中 增加一部分综合跑跳的辅助练习 来增强我们的下肢力量 做关于重心稳定的问题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在移动中的重心保持 实战中 无论是在前场还是后场的步伐移动中 都要尽可能保持我们上半身的稳定 不会出现前后左右的晃动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 因为实战中情况较为复杂 只要在场上移动 就会产生各种惯性 而这样的惯性呢 一旦无法克服 就很容易让你在实战中 出现身体歪斜 架拍不稳 甚至动作变形等情况 而这样的问题呢 会直观影响到你的控球质量 甚至出现失误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 尽可能保持重心的稳定呢 首先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要有意识地减少 我们在移动和机球时的多余动作 上半身不能乱晃 肢体摆动的幅度也不能太大 尽可能保持架拍的稳定 相信有很多朋友 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那就是明明步伐到位了 也比较主动的情况 但就是莫名其妙的 会出现很多非受迫性的失误 其实我们不妨回忆一下 我们的动作和步伐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可能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大 那么大动作的机球动作 不仅不利于我们重心的保持 从而影响控球质量 同时也很容易造成 过多的内耗 消耗我们的体能 最后保持重心稳定 另外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就是增加类似于平板支撑 等核心肌群的力量练习 那么核心力量 是最直接影响到 我们身体稳定的肌群 我们在移动中产生惯性时 核心力量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控制住身体 不会出现晃动 这一点到底有多明显呢 现役球员中 戴子影就是最好的示范 重的这支 17年之前的戴子影 虽然打法已经含有特点了 但超高的失误率 让他的表现已起起伏伏 而在里游奥运会结束之后 戴子影进行了减重 同时也加强了核心力量 体重的减轻 随之带来的就是速度的提升 这也帮助他能够更快地强点 发挥他的手法优势 同时核心力量的提高 也让他在场上出球更加稳定 失误率大打减少 另外 由于羽毛球是持拍的运动 所以在长期的训练过程中 会出现左右肌力不平衡的情况 而这种肌力的不平衡 在移动中的惯性拉扯下 也同样会影响到重心的稳定 所以为了保持平衡 不影响重心的稳定 职业球员们 非持拍手一侧的力量训练 也是他们练习的日常 好了 相信说了这么多 大家也都知道了重心稳定 对于羽毛球步伐和击球动作的重要性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步伐这一话题 来说一说步伐的调整问题 那么大家在步伐上 还有哪些困惑呢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 说出你的看法 我们依然会在评论区 选出五名球友 赠送30天的艾比克会员 那么上期节目的中奖用户 我们的奖品 会在下周一通过个人中心里的 一分钱购买VIP的活动 为大家送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我是有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